来咯来咯,爱你们的小鱼又来带大家磕CP了 每日一问长相思2到底什么时候开播 自从长相思播放以来 娱乐圈的热搜常客杨子和邓维 美美成为焦点 不仅在剧中 戏外的他们也频频互动 让粉丝们大呼在一起 杨子的甜美笑容与邓维的阳光形象 无疑是娱乐圈的一对金童玉女 这一次的焦点聚集在了两位星际明星身上 特别是那个被称为妖精党的CP级邓维和杨子 在众多明星情侣中杀出了重围 成为热议的焦点 邓维的出现 一下子脱颖而出 人气飙升 有网友戏称 邓维的出现 让肖战和杨子的CP粉瞬间瓦解 打破了他们三年来的科CP记录 邓维看到姊妹摔倒后 眼神频频跟随 果然真情侣从来无需隐藏对比 心境男友邓维 在综艺上看到姊妹摔倒后的平平眼神 跟随何对姊妹的照顾 我们就知道 是男朋友之间的区别 邓维回头再看啥游戏 杨子不小心摔倒后 化身保镖 时刻守护 直勾勾眼神 突然看到姊妹没摘口罩 提醒姊妹口罩 指了指口罩 告诉她没有摘掉 姊妹才反应过来 乖乖听战战话 看向姊妹就情不自禁笑开花 毕竟先前就有余梅爆料妖精夫妇 超甜售后 邓维这个宠溺摩头沙 简直就是男友力爆棚 讲悄悄话 摩头沙太甜了 全程只有姊妹先鼓掌 要不然姊妹也不会在晚会上 如此乖巧的听邓维指挥手 又乖乖放回去 刚刚跨完姊妹的邓维 就开始摇了 这个小情侣之间的同步 是谁又磕到了邓维姊妹并排走站着 姊妹乖乖站着 太可爱了 找个机会跟姊妹打招呼 甚至就连在长相似的晚会上 邓维对杨子也是爱护有加 再看一眼姊妹 第二次 邓维主动守护 这平平露手 给姊妹作为依靠的小细节 简直就是男友Limax 嘴角也上天了 同步点头 把右手腾出来 和姊妹贴贴 这时候右手拿着话筒 走到姊妹另一边后 把话筒换到左手了 随时准备牵手照顾 左手拿话筒 把话筒递给工作人员 暗藏私心 只和姊妹拍照 而从男朋友过渡到弟弟 只需要一个小奶狗 毕竟在长相思时 小狐狸就频频回眸 不舍姊妹这个眼神跟随 简直不要太上头 邓维的满眼全都是小子 这笑容真的是 你小子别太爱慕 送完杨子离开后 终究还是瞬间 眼中的光都被带走了 狂欢夜上 小狐狸更是秒遍姊妹小迷地 这个同步小情侣动作 简直就是天选 CP结束后 姊妹挥挥手 为立马跟着挥姊妹挥手后扭一扭 这小子也跟着模仿 邓维你小子这么娇俏了吗 两秒钟反应过来 赶紧停住 那些OS应该没人发现吧 邓维侧脸酷似肖战 杨子 多年来一直有着众多的荧幕情侣 但只有邓维这个妖精男友 让人如此着迷 毕竟谁不爱那位温柔体贴的夜时期呢 她的活泼和小妖的形象 让人难以抗拒 此外 一些网友还将杨子和邓维的照片进行对比 发现两人在一起 毫无为何感 简直可以说是共用一张脸 充满了夫妻像的味道 网友们对邓维的喜爱 也表现在评论区 纷纷称呼她为国民男友 因为杨子的国民度 足以让任何与她传绯闻的男明星 瞬间提升人气 不仅如此 两人的综艺节目 你好 星期六中的粉红氛围 也让人印象深刻 与其他炒作CP的节目不同 她们的对视 充满了真挚 没有刻意的亲密动作 只是简单而自然的交流 却让网友们 陷入了科CP的狂潮中 无论是剧中的深情演绎 还是戏外的互动 都让人觉得 她们是一对绝配 也难怪 网友们会掀起一股CP狂潮 剧中她们的演技大爆发 火花四剑 将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 而在戏外 她们的每一次互动 都牵动着粉丝们的心 无论是眼神交汇 还是言语间的笑意 都让人感受到 她们之间的默契与火花 不仅如此 她们的时尚穿搭 也成为了粉丝们追捧的焦点 无论是杨子的甜美风格 还是邓维的阳光形象 都成为了粉丝们效仿的对象 在综艺节目中 邓维化身为钉子的狂魔 始终默默地注视着杨子 她甚至在一开始 就表白自己是小妖的男友 透露出深藏的爱意 在一次三人站立的游戏中 杨子害怕跳台 邓维立刻跳下来 扶住她 展现出深深的担心和关心 这种小心翼翼的心态 不仅在戏中有 还在现实中 体现得淋漓尽致 花絮中 杨子和邓维 常常不好意思地对视 流露出害羞的表情 而杨子的一些举动 更是引人注目 她一直以来 阳光开朗的性格 在和邓维相处时 多了一些小女孩的味道 充满了娇羞和害羞 这让杨子的老粉丝 都感到吃惊 因为之前几乎没有见过 她如此害羞的一面 更让CP粉表示 磕到了的是杨子和邓维的手 他们经常食指相扣 让人不禁怀疑 如果不是平时有默契的话 两人怎么能如此自然地 手牵手呢 网友评论 这两个人像情侣吗 如果能结婚的话 我想他们的粉丝会很满意 两个人的粉丝重合率很高 矛盾也会减少很多 杨子和邓维一起接受采访的视频 引起网友热议 甚至有网友称他们是情侣 很多网友纷纷表示 两位演员不仅长相相似 气质也非常相似 就像情侣一样 有网友调侃自己差点照镜子了 事实上 夫妻相并不少见 心理学家认为 这种程度的相似 可能是由于双方在长期交往中 形成的性和价值观 和生活习惯的相似性 除了杨子和邓维之外 娱乐圈中 还有很多被认为 具有夫妻相的明星 比如孙丽和邓超 就是模范夫妻 他们的外貌和气质 经常被网友称赞非常相似 还有罗靖和唐嫣 他们不仅长相相似 性格也相似 他们是完美的搭配 这些明星的夫妻相 不仅让观众感受到了 他们的默契和甜蜜 也让我们看到了生活中 美好的缘分 杨子和邓维的采访视频 让我们看到了 又一对默契十足的明星情侣 祝愿他们的友谊天长地久 期待他们 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肖战和杨子 这对CP在去年 曾是全名顶流夫妇 但他们的合作余生 请多指教 之后两人的关系 在美光灯下变得复杂 肖战曾经陷入娱乐风暴 杨子是当时唯一支持他的明星 然而 肖战的事情差点让他离开娱乐圈 而杨子在很多时候 乘踏踏踏的逼风港 两人的互动和合作 在各种场合都备受瞩目 但也因为一些原因 两人没有走到一起 反而引发了两方粉丝之间的争执 与此不同的是 邓维和杨子的合作 却展现出了和谐的氛围 他们的粉丝互相支持 而在邓维的抖音下 几乎成了杨子的照片秀场 这种和谐的氛围 在娱乐圈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 让人感到难得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和谐 邓维才得以一举上位 成为娱乐圈的新宠 虽然之前有一些甜蜜的细节 让人认为 他们可能会走到一起 但在邓维回北京后 情况有些变化 他的一些行为和改变 比如换手机壳 都显示出事情有所不同 他们的微博互动 也减少了杨子的一些微博 明显避开了数字时期 似乎在暗示着什么 虽然杨子对邓维 一直保持着关心和帮助 但两人之间的关系 似乎越来越疏远 在剧组聚会的线线 四位主演纷纷表示 他们一直有意保持联系 并期待能再度合作 这次的聚会也是为了庆祝 长相似的成功上映 同时也是对他们演艺事业的一次美好总结 粉丝们看到他们在一起的照片后 纷纷留言 表示期待他们未来的合作作品 以及更多精彩的表演 娱乐圈的绯闻和猜测 常常隐藏了明星们真实的感情生活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隐私 祝愿他们幸福和顺利 或许有一天 他们会像吴奇隆和刘诗诗一样 步入婚姻的殿堂 也或许他们会选择各自前行 无论如何 让我们继续支持他们的事业和爱情 愿他们的未来充满光彩和幸福 这便是娱乐圈中一个充满期待的故事 一段明星恋情的追逐 请不吝点赞订阅